Hello 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直播的車種沒有特別 這台Golf 7代安裝了很多套了 但是這台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今天要安裝的東西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之前開過直播的話 安裝的有道路板有競技板 甚至有一些賽事設定甩尾設定 但是氣壓的話是在這次是首播 因為安裝氣壓式的避震器 它的時間會稍微比較久 所以我們從昨天晚上趁晚上的時間施工 還有加上今天早上 大概早上10點就安裝好了 那這一套的就沒有彈簧了 那它的主要的系統 這它原來是彈簧是裝在這個地方 主要是廢除了原廠的彈簧機構 把它改成氣壓器囊式的 那它的作動呢 就可以隨著需求把它調高調低 甚至是上列或者是比原廠車高都可以 因為它的氣囊的充氣多寡 是可以隨著隨心所欲來改變車缸 那可以看到的這個彈簧呢 這個是原廠後面的彈簧 把這個機構呢取代掉 換成是氣囊 就是這種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那它有一些接頭 一些布線的部分的話 就知道會比較耗時間 因為如果彈簧的話 了不起就有一個彈簧的機構 那氣壓式的呢 除了要布氣管的線之外呢 也要布一些電路的線 所以它的施工上呢就會稍微比較久一點 那最主要的部分的應該是說 改了氣壓式的避震器 好看一定是好看 但是好不好做 好不好做很重要喔 哈囉四姐你好 趕快來趕快來 已經裝好了齁 這一台不是我的車 這一台是客人的車 大概車大概到七點多都還在 因為剛剛有去那個定位完畢了 所以現在都已經安裝好了齁 然後 那個阿森 阿森也是GOLF期待GTI的車 下個禮拜的話也要安裝齁 來我們繼續介紹齁 小豬你好 小賽你好 好多朋友好朋友都在線上齁 後面的話這個是 它的後上座 後上座的話就需要沿用原廠 那其實這個除了高低可調之外呢 它的阻尼一樣 會用跟道路板經濟板一樣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地方呢 就是阻尼可以調軟硬 除了可以自動調高低齁 也能調軟硬 軟硬的話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那這一套的系統呢 有經過自己的車測試齁 所以它的後阻尼筒性的話 跟一般的彈簧配置的話 是比較不一樣齁 它的阻尼呢 為了要跟氣囊做匹配 下壓的阻尼有稍微做強一點點 所以乘坐感的話 不只是好看也好做 那當然了齁 我們自賣自寇的話 可能比較沒有說服力 工廠呢 都有提供實車啊 可以給大家試乘 所以都可以歡迎來試乘看看 工廠裡面的試乘車 氣壓的試乘車是一樣 就這一台 跟這一款一樣的齁 16年的Golf 7 GTI 都歡迎來試乘 這個車友也是試乘了公司的試乘車之後呢 就決定改裝我們KT一整套的那個氣壓式的避震器 但是它的一些電控系統的話 就不是我們家的齁 因為車友本來就改裝了其他品牌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電控系統 好 Golf 7 GTI的後面齁 其實很方便 它可以把它的上板呢 這裡本來有一個飾板 就可以藏在下方 這個是一個美國很知名的品牌 但是我自己車上裝的呢 一樣是VIRAR的 VIRAR的 它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440的型號 它的打氣 我們有另外一套系統 所以這個這樣的打氣系統呢 會隨著啦齁 車主的預算 跟G球呢 都有不一樣的設定齁 還有包含這個氣桶呢 它的除氣量也都不太一樣 那這裡有一個濾水把 濾水器 那這個是它的AerLIFT的 它的電控系統 所以它車主本來就有改裝好了齁 那今天再把它的桶芯 還有氣囊結構呢 改成我們更好做的KT的懸吊系統 這顆是一般的齁 如果有480C的話 它就是比較靜音型 那也有很多是雙打氣機構 雙馬達的 它的打氣效率的話就會 縮短打氣的效率 其實氣壓系統的話 現在已經開發到第三階段了 就是它有一個側頸補正的 就是類似保持節最新底盤那種效果 當車身側頸的時候呢 它會用氣壓來補正車身的側頸 所以它的效率的話齁 就會更多元化 操控性當然也會更好 哈囉 Nick你好 陳偉你好 所以這個是後面是一些 安裝上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的管路的話呢 需要特別留意一下 不要在支閉作動的時候呢 壓迫到管路齁 這個是夠不期待 那它的防塵套的話就是專用的規格齁 那裡面的話還有一顆 一顆饅頭來煎換 避震器要觸底的時候來保護筒心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比較單純齁 哈囉 有我們韓國的那個經銷商 你好 好 這個後面的前面的部分齁 它的氣囊機構呢 就在這裡齁 就一樣是它本來是彈簧的位置 把它取代成一個 氣囊的結構 那最主要的部分的話還是 它的車高齁 能夠隨心所欲的調整車高 所以它的便利性的話當然就更好了齁 那KT的一些小細節的部分齁 譬如說它的可調式離載串的話 就不用再用可調式離載串 因為其實我們有 有做過一些數據統計齁 沿用原廠離載串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是最好啦齁 所以這個位置的話呢 就是直接可以沿用原來的離載串 那壽命的話呢也會更棒 那車主的話本來也有改了 AP的多載卡鉗 那車也是這部車 所以剛剛有試乘起來 真的是煞車力道很不錯齁 這台是Golf 7代 GTI 這台如果是去年新款的7.5代齁 那更棒齁 這台是前面的話齁 因為用的是 魚眼機構 因為它氣囊 改的是氣壓懸吊 那為什麼要需要改魚眼上座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上座呢 如果下降的時候會有 跑出一個Camber的角度 那Camber的角度的話 希望來延緩它上座的使用壽命 因為像我自己的車常常會做展示用 所以它在 在懸吊系統做動的時候 下降的時候呢 它的車高呢 它的前輪就會有一個Camber的角度 所以配上魚眼上座的話 會增長它使用的壽命 而且上座的Camber 而且上座的Camber 就能夠直接能夠做角度了齁 哈囉 黃斌你好 之前這個 叫AP5200 收到 哈囉 魚人你好 線上好多朋友齁 都是安裝我們家的產品 謝謝大家的捧場 這個是前面的 氣壓式的懸吊系統齁 它的管路的話 這個就是打氣機構齁 充氣還有洩氣的話 都是同一個管路 那這一套系統的話 Air Lift其實它的 它的等級還蠻高齁 但是呢 它有一個水平感應池 我們還沒有裝上去的齁 水平感應池的話 它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 它可以記憶呢 原來車高的部分 那Air Lift應該了齁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做補證的系統 但是我們韓國的 那一套系統的話 就有辦法做到補證 哈囉 魚人晚上好 晚上好 安裝一套要多久時間齁 這一套的話 因為沒有沒有裝高度尺 所以安裝時間的話 大概 Golf期的話 應該大概 六五到六小時左右 如果沒有安裝高度尺的話 其實有的電加速度更快 有辦法濃縮到 大概三到三個半小時 那最主要的時間 其實不是安裝避震器啦 最主要時間是要在 在我們在排這些管路的時候 線要怎麼跑 那不會讓懸吊系統壓到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電瓶上方呢 需要從這個地方 電瓶的正極 電瓶的正極 拉一條主線路 主線路給 給氣壓的那個打氣系統 跟他一整個系統做供電使用 所以這個正電的拉 要拉到後行李箱的部分呢 就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喔 我們氣壓這樣五六個小時 算快其實 高熟菜民間 我們這樣的速度其實算一般般 像這個車友的話 他之前改了好像改了好幾天耶 可是氣壓的話就變成要定做啦 所以我們每一個不同的 不同的車種 他的形式 像前面這個就其實都差不多是公用 有的車子的話 他的彈簧長度比較長 所以規格就不太一樣 但是後面就不同了齁 所以下定我們家的氣壓式的系統 下定到可以安裝的時間 連工大概都要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左右 這些是一些氣壓的系統 那如果線上的朋友的話 對這些氣壓系統 有需要看哪一個鏡頭的話 不用客氣 我立刻把鏡頭移到大家想要看的位置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GTI的部分 他的仰角呢 是鋁合金的仰角 這台除了改裝避震器 還有煞車系統 輪胎也用的很棒齁 這條輪胎是2254018 是原廠的規格 可是這條輪胎是PSS 這條是PSS PSS的口碑非常非常好齁 而且車主應該對動力部分的話也有小有改裝齁 當派的部分 APR的 這裡看得到齁 動力的部分就不是我們KT所擅長 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歡動力 動力的部分 因為這一台的引擎 EA888 他在有很多車系上 譬如說Shikoda的Atavia RS也有 還有Super B 甚至是現在最新款的 Polo Polo GTI 他也一樣是用這顆EA888的引擎 這顆的改裝潛力非常非常大 配上DSG的 真的是相當好玩 PS4S才讚好 PS4S算是米其林最新款的性能胎 Focus 3.5代有 Focus 3.5代的話也有做氣壓式的 道路版、經濟版我們都有做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這個是氣壓式的比較特別的 因為氣壓一般的話 在安裝上的話會比較久 所以從頭開直播到尾的話 可能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安裝完畢了之後 也定位定好了 那我剛好回來工廠有空 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他安裝完成的一些小細節 像這個地方 就是氣壓那個水瓶感應池 但是這個我們還沒有裝上去 所以現在的話呢 現在目前是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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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記憶功能的 要等他的那個高度尺 裝好之後才有記憶功能 這是前面的部分 多少錢可以完工 會主要是要還是要看車主的需求 因為有沒有高度尺的話 就攸關到完工的價位 大概最基本款的應該都在10萬塊到11萬左右 那如果有高度尺的話 大概都大概18萬上下 像配置的話就最攸關到價錢 譬如說這個的打氣系統 只要一顆的話 或者是兩顆都是480C的話 那單價就好 又有近萬塊左右的差價 還有這個Air Tank的話 2.5升3.5升 他分別的價位都不同 那這個的話 如果車室裡面的空間夠大的話 當然啦 是越大越好 畢竟呢 他越大越 他大的話呢 這個馬達數量也 可以用兩顆的話 那他打氣的速度呢 跟效率呢 就比較快啦 所以 還是最主要是要看預算 那如果沒有經常性的 在升升降降的話 那其實呢 用一顆 配上像這樣 2公升到2.5公升 其實就都夠了 氣壓在頂車的時候 是不是需要升到最高 是不用耶 因為他車子 他的懸吊系統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般的台皇式的就好了 宏睿問的應該是說 譬如說原廠的 原廠的像是 像是W211 這些系統的話呢 那在維修的時候呢 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 有的時候 車子撐起來 他會 原廠會偵測 需要一直補氣 就有可能會把 氣囊把它打到爆掉 所以 但是像這個的話 他系統 你看我們現在車撐起來 也不需要把氣壓升到最高的位置 是不需要調整的 宇任 你好 你的馬自達3呢 謝謝也裝我們KT的道路版 那馬自達3的話 現在也都可以安裝 就是把原來的系統呢 把它改成氣壓式的系統 是可以啦 是可以 阿偉你好 來 那我們來順便來看一下 這個是冰式 這個是昨天 不對 這是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客人拆下來的 他的 原廠式的 那個 氣壓式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的話 是冰式 W220 S350的 他原廠就是一個氣壓式的避震器 所以他的 他的 他的氣囊系統呢 呃 在這個裡面 那他的打氣機構呢 我們是藏在後行李箱 但是 冰式的話 他是藏在 右前寶桿的位置 這個是他 那個 前面 這一支是前面 W220的前面 這也是貝斯燈的 這以前的話 一支的單價都很貴 現在的話 有很多的維修 他交換件的話 一支可能大概 兩萬塊左右 所以維修上的話 單價是比以前低很多 但是 像我們昨天開直播分享的 W220呢 客人也是四支 壞了三支之後 最後一支就選擇不修了 所以換成我們家KT的 彈簧式避震器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OK 那因為安裝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測試也都完成了 定位也都好了 所以今天的氣壓的直播分享呢 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對氣壓的懸吊系統 有任何問題的話 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那當然很歡迎喔 我們KT都有氣壓式的便利器 可以實車 讓大家試乘試開 因為很多人都說 氣壓式的便利器只是好看 不好開 開三路也沒辦法配三路 我們都有實車 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來試開看看 氣壓式的便利器 能突破傳統的泥造 我們的一定是好開 好看 然後操控的話也能夠兼顧 我們都有實車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掰掰